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普遍知道脑退化症 以前叫做脑人痴癌症 就越来越多人患有 以及继续年轻化 但是始终都好像没有 就是个人都是这样说 如果可以早些 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但现今来说 其实做那些测试 其实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办法 可以及早发现到 而去做治疗 现在所谓认知测试的功效 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测试出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知道 你患了这个脑退化症 都要接受它 都没有得说 有什么可以做预防 或者是怎么样去治疗 其实在我们自然医疗里面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方法 可以及早些察觉到 有这个问题的出现 是不是 袁医生可以 其实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发觉到 家人 长者 或者自己 开始是体力差了 但是当然 如果你去看医生 有哪个医生说 你是会有老人症患症 就是体力差 每人会说得到 通常都是这样算 年纪大一点 体力差一点是正常的 是的 于是乎 到你真是后来越来越差了 真的变成了 你那个严重到 自己照顾到自己 家人的记忆 记不住家人 那时已经是很美期的 当然我经常很强调 任何的问题 越早发现就越早治疗 应该是合理的 这种说法 但是遇到这些老人痴呆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测试 可以预早测试到 哪些人会变成老人痴呆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 近年来发现到 其实我们除了看到脑袋 用那个CT scan 或者去照到 那个脑已经出现很多 这些我们叫做 AMYLOID PROTEIN 是那些 电粉状的蛋白质 这个是一个老人痴呆的主要的指标 最近有人发现 原来我们的 Retina的视网膜 都会有这些 电粉状的蛋白质 那些斑块 这个可以这么说 你去眼底去看 当然是比较容易 比较易工照的脑 而且在这些出现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 我们的视力会开始有减退 当然 这么年纪大的人 通常都会说到 视力开始差 那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 我们的视力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警讯 我们有很大机会 会变到老人痴呆的 OK 那就是我们的视力 差不多跟我们的努力 差不多是走在一起的 OK 好了 那它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我知道在眼科的检查里面 我们可以照那个 那个视网膜 那些照片的嘛 对不对 那么发现 如果那些人 有早期有那个老人痴呆 他发现 他视网膜里面的那些静物 是开始收缩了的 还有 他静物的血流量 也都会减弱了的 那么当然 也都看到 那个视网膜的那些神经线 那些一层一层的神经线 是慢慢去损失的 那么当然了 很多那些有老人痴呆症的人 他肯定都告诉你 他的视力很差 有影响的 OK 那么你也看到 我们那个视网膜 那个血管分布 那些神经线的那些 那些厚度 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实在呢 他有一个研究 发现他用老鼠的 用一些基因改造的老鼠 这些老鼠 就很容易有老人痴呆症的 那么发现 这些老鼠的视网膜 下面那些 那些那种细胞 那种脑神经细胞 是比正常健康 是博了49% 就是博了一半的 OK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 如果我们看到视网膜 开始有这些退化迹象 那可以预测到 老人痴呆症是一路一路发生的 OK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工具 我们最近发现到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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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白内障 那个 那个水晶 是 那个眼睛的水晶 其实呢 那些都有可能会有一种 这种 这样的淀粉状的蛋白质的斑块 OK 那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 那个 那个 白内障 是跟我们一般 一般的 那些 就是年纪长大的 那种白内障 是会不同的 所以另外一个工具 可以看到呢 就是看一下 这些这样的 白内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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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那些 那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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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可以这样说 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有一个特别的测试呢 叫做 2i test 是 那这种 5分钟就可以找到 这种 另外一个测试的 那 那 那 还有一个方法呢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眼 当然呢 我们的脑呢 是控制我们的眼睛 它移动的 OK 那一种简单的测试呢 就叫那个 参与者呢 就看着一个 电脑的萤幕 跟着一些光的 那 那 如果那些 有 老人痴呆症的人呢 他可以跟着一些光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叫他 是 不要看光 就是 不看光 他们就做不到的 那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 对一些 有问题的人呢 差不多 是比一个正常的人 就是 严重十倍那么多 那所以 你记得很多时候 我们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 年纪大的人呢 他那只眼光的 就是 没有那么灵活的 嗯嗯 看东西方面 周围有些东西突然出现 他的察觉能力是很差的 嗯 那就是 这很多老人家 都会感觉到 就是 咦 就是 玩那些 比如玩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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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有这样的工具 我们也知道身体的眼底有一个很重要的黄斑 是一个一点的 这一点是我们视力的最集中点 是看得最真、最仔细的地方 当我们的黄斑开始退化的时候 通常因为年龄延长性的黄斑病变 是 就是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是导致很多人的主要视力和硬猛的原因 很多人的年龄大的人 在美国估计是1000、1000万人有这些问题 当然当我年龄大 尤其是我们70岁以上 通常我们黄斑里面的那种色素是越来越少的 通常我们的色素是黄色色素 叫黄斑 有三种的那种色素 我们叫做Carotenoid 就是胡萝卜色素 有三种的 一种我叫做Lutin 它就是越黄素 另外一种叫做Seaxanthin 是黄米黄质 另外一种叫做Miso Seaxanthin 是小的 就是小一点的玉米黄质 其实基本上是这三种的 就是胡萝卜素 我通常叫它黄斑色素 当我们黄斑色素一路减低的时候 当然我们黄斑病变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最重要是我们看到 黄斑色素不是只是关乎眼的健康 其实是对我们脑袋的功能 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由这个眼的黄斑色素 可以预测到我们的脑袋之外症 有没有出现 当然这方面有背后很多的研究 有一个人是2006年的 他比较33位脑袋之外的病者 比较24位是脑袋健康是正常的 他发现在有脑退化的人里面 他那个黄斑病变的机率是42.4% 而脑袋正常的人 这个问题只是25% 当然年纪大事例是差一点的 但不是代表一定会有脑袋的脑袋之外 现在的结论当然是我们的黄斑病变 和我们的老人之外的关系很大 这是另外一个大一点的研究 他向2088位研定介乎69到97的人士去做 他发现如果他那个智能是有弱的人 通常他们黄斑病变的问题是差不多一倍 对于没有这个智能的问题的人 很明显我们脑袋的改变 是与我们眼的改变是相关的 好处是怎样呢 如果能够去医治眼这方面的问题 应该同时也都可以医治脑的问题 是的 好了 我们其中一个研究 就是发现就是在我们的解剖里面 解剖里面我们有机会看看眼和脑袋的组织 就是死亡之后 发现真的是的 脑和眼的组织的退化是大家是相似的 好了 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就经常说 我们就经常说那些 继续垃圾啊 那在黄斑病变呢 他们的继续垃圾的肺物 是包括那个 我刚才所说的beta amyloid 就是那个 那个电粉的蛋白质 和那些脂肪粒 和很多的肺物 OK 在眼细胞里面的肺物 是会聚织在沉淀在那个 红斑的位置 而在老人痴呆症的人 他也都有相似的beta amyloid 这种的竹羊的淀粉的斑块 和很多的肺物都会黏在我们那个 不健康的脑细胞的 OK 那当然了 那这些会形成斑块啊 会有很多结节 就会搞出这类的病出现的 好了 那我们都看到呢 还好得样样的呢 他说 有红斑病变的老人 红斑病变 老人痴呆 和那个心血管的问题呢 是差不多是有相似的 就是那个关系的 OK 那譬如 那个血管硬化 高血压 高蛋护醇 高血脂 高蛋护醇 或者食咽 都会看到相类似的问题出现的 OK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早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爱尔兰的 那有一位教授呢 就专门看研究这方面 那他发现呢 这个已经是2013年 一路再近期的了 那他发现呢 那个 那个 黄斑的那个色素 和那个思考能力呢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他当时呢 研究了4453位 50岁以上的人 OK 那他发现呢 有问题的人呢 他们那个 就是有脑袋的 智力和思考能力 有问题的人呢 他发现呢 他的眼的色素 的浓度 是低一点的 OK 那这个是一个 最近的研究 那最近呢 他另外呢 是对36位病人 有中度的老人痴呆 比较33位 同等而零 但是没有脑袋 他发现呢 那他发现呢 都是呢 这些这样的 黄斑的色素呢 在老人痴外群组呢 是低很多的 就是那个面积很低的 是 所以很明显呢 是 就是这两个很大关系的 OK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診所里面呢 我都都发现呢 我遇到这些的黄斑病变呢 那个问题呢 我都要医他们的 那我有几种工具 那当然其中一个呢 就是营养素 是 营养素的 那我们也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用那个 那个黄斑 那个营养素 那个 那个补充啦 那比如那个 那个 Lutin啊 这些是 这是那个红萝卜素来的 那有一个 那有一个就是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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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 那个 那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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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黄質素 OK 那这些营养呢 那我们一直呢 就是帮助这些病人 遇到这些问题 那当然呢 那我也都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一个微电流的一个针灸 是一个仪器来的 就是不用用针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呢 是帮助它呢 就是 令到它那个黄斑病变 希望呢 就不要继续退化了 因为这个是导致眼盲的主要原因来的 那在饮食方面呢 我们怎样可以增加我们这一类的胡萝卜素呢 那简单来说呢 那简单来说呢 吃一些深绿色的叶类的蔬菜 最简单就是菠菜 嗯 还有那个鱼衣甘蓝 是不是 大家都很多人都开始认识了 是 鱼衣甘蓝 所以鱼衣甘蓝 吃起来就不是很粗粗的 但是很深绿色的 但是有一些其他就是粟米 和鸡蛋 鸡蛋 那这些都是一种营养素的 那我们吉祥殿呢 就另外有一些 有一个营养的 那个 那个补充剂 叫Maxifocus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是 帮助补眼的营养 那些营养 那就是治癌的东西呢 其实呢 既然我一直都很强调啦 身体是100%营养造出来的嘛 那所以我们处理眼的问题呢 和我们那个脑袋的问题呢 其实呢 都是用营养的補充剂的 嗯 那听完了 袁医生和我们的 看了最新的那些研究的时候呢 其实就真的比较 很容易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那个 就是那些病人的那个 或者是家人的那个 视力的问题 那刚才说的的几个测试呢 其实都很容易了 就是不需要等到 家人发现到的 就是他们有些 可能已经不协调啊 或者是 已经很严重 不记得了东西啊 的时候 才会看的时候 那就是平时 可以看到他们的 那个视力啊 眼睛啊 那个时候 一路一路开始差的时候呢 那大家其实应该 要开始去留意了 当然 在没有事 没有事 发生的时候 刚才袁医生提过 那些营养补充剂啊 或者那些的 很丰富的 那个 補充那个 胡萝卜素啊 那些的食物的时候呢 那些我们呢 一定要开始用了先啦 都不要等到他 真是说发现到 那时候才用的时候呢 要逆转 那一下的功力 就要很大的了 因为这个呢 其实今次这样的 透过了说 这个可以透过 我们的眼睛的测试呢 就可以预测到呢 早期有没有脑退化的问题呢 那都很容易去做到 做到这个的测试 这样东西 还有也都可以呢 真真正性 可以有一些 预防到的方法的 就不是说 等到出现了问题 才去到发现了 好 今天很多谢 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谢谢余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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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